在说这个手型之前呢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的琴合不合格 不是说你的价格贵不贵 便宜的琴也有好的 把琴这样放着看 这是第一品 这个是第十二品 你看第一品上第六弦 离这个纸板的距离 最好的距离是2.5毫米左右 如果超过这个距离了 那你就很难按闲了 这下面呢 最好的距离 第六弦离这个纸板 最好的距离是4毫米左右 如果超过这个 就像琴这个样子 就显这样子 那你手练得再好 也很难按闲了 所以说这两个数据要记着 大概这个样子 多一点 少一点点没关系 网上也有很多介绍 大家可以去查去 反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闲 反正你感觉这很高 单独都按不下去的话 那可能是你这个琴不行 如果是琴不行的话 可想好之 那你怎么练都很难练 都按得很痛 很累也按不响 琴不抱好是什么情况 这个样子 或者是松松垮垮的不行 这边稍微高一点 第二点大家要注意 看我这个手型 弹琴的时候 不管是弹电吉他 还是弹民谣吉他 都有一般有两种手型 第一种叫现代手型 也叫摇滚手型 就是这样手抓着 你看我按这个C和弦手 可以这样抓着 按AM和弦也可以 按EM和弦 按这些和弦 这些稍微简单的和弦 都可以用这种摇滚的手型 摇滚这样抓着这个把位 这个手型 但是你按F和弦用这种手型 那肯定不行的 你看我按F和弦用这种手型 这手就成这样子了 是吧 没法反过来了 那要用什么手型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特别要注意 要用古典的手型 就是他们古典吉他的那种手型 古典手型是什么呢 一定要注意 首先第一点 这个手腕 一定要 要有一个角度 看到没有 这个要有一个角度 不能直 不能直着 这个角度这样子 你按摇滚手型的时候 大拇指可以抓在这里 但是古典手型 大家看着大拇指 基本上是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稍微一点上一点下也没关系 不能这样子 不能这样放 也不能放得太低 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根据自己的情况 稍微一点点没关系 好 这个手型这样摆好以后 大家看 就这个动作 第一点 我重点介绍 就是古典手型 如果这个过不了关 后面完全没法拉格 大拇指摆的位置 跟中指相对应的地方 跟中指对着 然后这样子 摆在这后面中间的位置 用古典的手型 手腕一定要下来 第二点 食指 究竟是用哪里按弦 有的人是用这个指度 这里正指度这样按弦 这样不行 这样很累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里肉跟关节都在这里 很厚的肉 有的时候会按不下去 或者是关节上面这个地方 正好凹下去的地方 按不下去 大家自己去体会 最好的按弦位置是哪里 大家看是这个位置 侧面这一条 外侧位置 就是有一点点这样斜着按的感觉 一点点这样斜着按的这个感觉 就这个位置 一定要记着这里 我看有的人按的时候出来这么多 那不好 这样出来不好 出来这么多 又退了太多 也不好 究竟是个什么样位置呢 大家可以根据我的手型参考看 看我出来多少 每个人他都有一点点情况的不同 根据手的长短 跟粗细有一点点不同 我的只能作为参考 我的意思是不能太粗 也不能太下 适当的位置 能按响就行 侧面压 按到最好的位置 以前的课程我说过 千万不能按到这里 那很难按响的 这个位置 不行 按到最好的位置 也不能压到这个铜条上面 挨着这个铜条这个位置 这种感觉 好 那十指是直着吗 还是稍微弯一点呢 大家看 肯定是稍微弯了一点点的 你这样直就很僵硬了 不用太直 也不能太直 它其实要管第一弦 第二弦 第二弦跟第六弦 只管这三根弦 所以说你把力量 感觉是放在这两边的 虽然有一点难度 自己慢慢体会 中间这里稍微窝一点点 没关系 因为中间这个 三四五弦 是这三个手指管的 这个十指只管一 二 六 所以手指稍微 这样弯一点点 究竟怎样练着这个十指了 虽然不用管这六根弦 但是为了练这个十指的力量 跟韧性 你就可以就是说 大拇指跟十指这样 像钳子一样 钳在这上面 把六根弦弹响 每一个品这样试 虽然很难很枯燥 但是你每天 抽一点点时间来练习 相信时间一久了 你自然都会按响 每一个品都这样试 用测一点点的位置压 这是最直接的练习方法 还有一种练习方法 就是看 用大拇指跟十指夹着这个琴 把这个琴提起来 看到没有 这样提起来 坚持一下 当然不是要坚持多久了 自己的 这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找到自己的练习的方法就行 这样时间一久了 你这个十指跟大拇指的力量 自然就起来了 这就像体育锻炼一样 肌肉记忆 好 刚刚说的十指 我现在在说这三个手指 这三个手指应该怎样 有的同学按这三个手指的时候 我还是要强调这个十指的位置 你当你这个十指如果不按到最好的位置 按到这个位置的话 你这三个手也肯定跟着按不到最好的位置了 就是这种声音 当你这个十指按到最好的位置以后 这三个手也相应的可以到最好的位置 也简单一点 看到没有 中指在这里 是吧 小指在这个位置 无名指尽量接近最好的位置 这三个手指也很重要 这三个手容易出的错误是什么呢 初学者容易看着 这样子 这样倒了 这样倒了你力量再大 下面的弦都挨着了 肯定不会响了 音都不对了 就不能折 要这样呢 这样子垂直这种感觉 对 对 一点点关节有一点点弯的弧度 不能折过来 就是说可以分开练 先练十指 在这三个手加上一起 等你十指跟大拇指有力了以后 这三个手指再按在一起 跟着一起练 不一定要在第一品上试 别的品用这个指法也都可以的 下面还好按一点 这样做空动作 看准了按上去 不要这样做 这样不好了 就在空中保持这个和弦 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才把这个F和弦 不说完全练好 就是说 就比初学的稍微好一点 大概半年一年左右 就很顺手了 这是需要时间的 你现在看着网上的老师 给大家教学 你不要组入一个误区 就是说 一个老师教你一种方法 好 你念一下 念不好 我又换另外一个老师教你的方法 又念一下 又念不好 你要考虑是不是你自己念的太少 是不是你耐心不够 每一个老师他都有各自不同的教学风格 眼花缭乱 不知道听哪个的 关键是要开始念 知道吗 时间会证明一切 你不开始念老师这左挑右挑 左挑右挑 那你永远就谈不好 永远都会在那个怪圈子里面说这个老师不行 那个老师好 那个老师不行 这个老师好 他好 你好了没有 你跟这个老师 你觉得他好了 你的水平有没有真正进步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练习全靠自己 师父引进门 修行靠自己 老师都是练出来的 我刚刚说了 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念的差不多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才 大家都是普通人吗 是不是 我说这些 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犹豫这个F和弦 而放弃弹吉他 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念好横暗和弦以后 你才叫入了这个吉他的门 你不念横暗和弦 当然你弹着 你弹吉他就是为了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啊 吸引初下风土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真正要想在这方面有一点点成就的话 横暗和弦你必须过啊 首先第一 注意手腕用古典持琴的手法啊 古典的手法 千万不能用摇滚的手法 这是摇滚的手法 第二点 食指 用这侧面的位置压 一定记着这侧面啊 不能用这指度 侧一点点的位置呢 看不看到这侧一点 不能太侧 稍微测一点点呢 在这政策与指度之间这个位置 第三个这三个手指啊 不能折也按到最好的位置 不是说哪个老师给你一个秘诀 或者是怎样 你就会念到什么东西 没可能 我只是说给你一种方法 让你去走 就像指指指指一条路一样 你自己照着那条路去走 说一个实在的时间 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左右 照着这种方法练 一定会越来越强的 有不明白 大家可以留言 或者是私信我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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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